胡歌和唐嫣自从在轩辕剑中合作完后 俩人就再也没有一起拍过戏了 加上这几年也很少同框 让大家也十分想念这对圈中好友 不过最近新剧《繁华被传》已经在上海开始拍摄 而主演正好就是胡歌和唐嫣 虽然还没有正式的通知 不过不久前关于疑似繁华的路透图曝光 其中胡歌唐嫣的久违同框让不少人 可是泪流满面十分的感慨 虽然画面很模糊 不过还是可以很明显的辨认出胡歌和唐嫣来 穿着一身西装的胡歌 让自己可是右边帅气了很多 站在唐嫣身边也格外的魅力四射 而唐嫣在现场的装扮就很清楚的能看到了 一身脖色的大衣加上红色的针指剪帽 让整身的可爱俏皮被直接放大 而大衣的宽松剪裁加上简单的设计 让整身的装扮都多了不少的高级干练 加上红色的帽子和内大的深色上衣 橙色感明显颜色搭配又十分的可爱 也让镜头里的唐嫣看上去更加的俏皮了 对于这次造型的曝光 加上胡歌和唐嫣的世纪大同框 让不少粉丝可是太想哭了 而唐嫣的完美亮相 更是引起了大家的期待 整身的暖色打造的复古 感让唐嫣的美多了不少的呆萌味道 比起她以往的造型 可是更加的少女了 唐嫣自从结婚生下女儿后 整个人也开始了自己的正式付出 尤其是因为新剧燕云台 让唐嫣也开始了紧张的宣传工作 在镜头前的她还是一身的休闲装扮 黑色的宽松地恤加上红色的字母logo 让整身的休闲感多了不少慵懒高级的味道 而披肩长发的造型更让唐嫣看上去娇美不少 整个人的身材纤细也完全不像是刚生完孩子的样子 唐嫣因为身材纤细加上颜值又高 让她在穿衣上十分容易地就可以展现自己的时尚和经验 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套大片的风格展现中 更让人看出了唐嫣的多种可能 穿着一身青花瓷纹样的外套 蓝白的颜色搭配加上袖口的羽毛装饰 都增加了整身的复古和华丽 而浓烈的妆容搭配上造型立体的发型 更让唐嫣变成了贵族公主 眼神的灵力也让她多了不少的高冷和霸气 比起以往的甜美风格更是大不一样 自从付出以来 唐嫣也开始在造型上尝试了一些比较霸气的风格 尤其是在大片的拍摄上 一身黑的装扮加上姨妈红的口红 让唐嫣坐在那里都霸气外露 黑色的高领针织毛衣搭配毛料长裙 裙身上的绿花更是增加了整身的层次感 加上灰色的搭配 让整身的颜色也多了不少的高级味道 不过这样霸气的唐嫣还是让大家有些看不习惯 毕竟以往唐嫣的形象都是很淑女甜美的 一头波浪的长发加上舒服的家居服 让整个人的气质多了不少的沉稳感 脸上淡雅的妆容更让当妈之后的唐嫣变美了很多 这样的完美经验和胡哥站在一起 更加的郎才女貌了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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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